嘉玲 嘉玲今天要來請教你 叫委內瑞娜的總統馬杜洛 在7月底大選之後 自行宣布高票當選 可是這個投票結果 卻沒有受到歐美 還有拉丁美洲主要國家的承認 沒想到一個多月 就馬杜洛本人又鬧出爭議 在多米尼加被美國扣押 怎麼回事呢 請教嘉玲 是的 主播沒有錯 委內瑞拉總統馬杜洛 又發生事情了 原來是他的一架自然飛機 停在多米尼加的時候 遭到美國扣押 而且這架飛機最後是一路 已經飛回到了佛州這裡 怎麼一回事 原來美國指控這架飛機 是馬杜洛違反了制裁的規定 透過空殼公司來購買 所以現在就要來扣押這架飛機 而根據美國司法部長 賈蘭德的說法 馬杜洛當時透過空殼公司 是有使用了1300萬美元 非法購入飛機之後 偷偷從美國運到他的手中 所以違反制裁原則才來扣留 而其實委內瑞拉我們知道 除了受到美國制裁的影響 他們國內長期就是因為 政治貪腐的影響 經濟也是非常的敗壞 被全球視為是全球通膨 最嚴重的幾個國家之一 像是他們2023年的通膨年增率 一度是來到了189% 而2024年的通膨年增率 也是估計會有176%這麼高 而過去委內瑞拉 就曾透過運用硬心鈔的手法 希望來這個挽救惡性的通膨 其中最知名的一次 就是在2021年 將原本他們面額最大 100萬玻璃瓦的紙鈔 直接砍掉六個鈴 變成一玻璃瓦 而且這一招還不只在 委內瑞拉使用過一次 算一算從2008年以來 委內瑞拉就用這種方式 將貨幣的面額 砍掉高達14個鈴 儘管委內瑞拉在政治經濟上 有各種的亂象 但是7月底 這個舉行的總統大選 委內瑞拉總統馬杜洛 宣稱他自己還是高票的當選 還說他拿到了52%的選票 但這個結果其實卻沒有 對外公布任何投票的 一個詳細的細節 因此最後包含是歐美國家 還有主要的拉丁美洲國家 都沒有承認這場選舉的結果 不過沒辦法 馬杜洛現在還是掌控了 委內瑞拉主要的一些 重要機構 包含這個是 像是中央選舉委員會 所以他還是繼續了 成為這是委內瑞拉的總統 沒想到他現在再度 就是因為這個是 違反了制裁原則 購買了 用空殼公司購買了 這個私人飛機 結果在多米尼加的地方 被美國所發現扣留 總理納坦雅胡似乎 還是沒有鬆動他的態度 到底怎麼回事 請教佳琳 好 順帶您關心 這以哈戰況的這邊 在8月31號的時候 以色列是再度在 加薩走廊拉法的地道 發現了6名人質的遺體 而這次的新的發現 再度的是引爆 以色列人質的家屬 還有全民的怒火 從9月1號開始 就有大規模的全民示威 而且中間現在示威都是持續不斷 人數是最高一度達到了70萬人這麼多 所有人都要走上街頭 來施壓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 來趕快達成停火協議 而這次之所以這麼生氣 是因為這次死亡的6名人質 其實都相對的年輕 而且死亡的時間 似乎就是在以色列軍隊 發現人質之前 慘遭哈馬斯來直接的殺害 然而可能還有更多的家屬 很可能面對到相同的悲劇 因為原本從去年 哈馬斯綁架了200多名人質當中 除了去年11月一次的人質交換協議之後 中間就再也沒有任何的 一個交換的停火協議 現在以色列就表示 目前估計仍有97名人質 在哈馬斯的手中 但是當中的33人 很可能已經不幸死亡了 所以剩下還活著的人 可以撐多久都沒有人知道 而對於又尋獲6句的人質遺體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 最新召開記者會 雖然是誠懇的向家屬來致謝 不過另一方面 他還是態度強硬 說不會在停火協議上 有太多的妥協讓步 像是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 不斷強調的就是說 他們以軍絕對不會撤出 在埃及和加薩之間的邊界 叫做這個是廢城走廊的地方 他們認為如果以軍撤出了這個地方 那就讓哈馬斯可以重新在走廊 重新來蓋地道或者是運捕武器 讓哈馬斯起死回生 而我們說到救援人質的行動 納坦雅胡應該也是有特別的 深刻的了解 因為以色列在1976年曾經有一項 非常知名的人質救援行動 叫做恩德培行動 當初以色列是要救援一個被劫持的飛機 在烏干達的機場 而這架飛機有100多名的 這是以色列人質 而當中參與救援人質的 包含是納坦雅胡的親哥哥 而他的親哥哥就在這場 人質救援中不幸的犧牲 但是是換回了100多名的 以色列人質能夠平安的回家 而這場人質救援 最後也是被視為一個 很成功的救援範本 沒想到或許以色列也是很想要重演 這樣當初的一個救援行動 因為當時他們也是表面上說 要跟這個是 捷機的巴勒斯坦武裝分子來做談判 但私底下早就悄悄的在安排 相關的救援行動 但是現在以色列加薩這邊的人質救援 情況卻是完全不一樣的情形 因為非常複雜 有非常多的地道 還有可能有一些平民 偽裝成哈馬斯的情況 都讓救援的情況非常的複雜 導致這個人質 還扣留在加薩人質 是一個一個不幸的死去 而對於現在的情況 美國總統拜登也相當的關心 他認為納坦雅胡總理 現在做的不夠多 而包含英國現在也是擔心說 加薩走廊會因此產生 更多的人道危機 現在就宣布要暫停 對以色列出口大約是30種的武器 以上是最新消息主播 好 謝謝佳麟帶來的國際分析 不過我們要持續帶您來看到的是 美國總統大選的部分 民主黨候選人賀錦麗 在最新的民調當中 穩定領先共和黨的川普4% 賀錦麗本週預定前往一些鐵秀地帶 要來催票 本週一 美國勞動節 賀錦麗再度回防密西根跟賓州 而且還要跟總統拜登在賓州的匹茲堡 一起現身 希望守住之前攻下的籃牆 美國副總統民主黨2024總統候選人賀錦麗 在黨全代會議之後 仍保有對共和黨對手 前總統川普的校服領先優勢 根據ABC伊普索最新全國民調 賀錦麗以50%超前川普的46% 領先幅度超過2% 五差範圍 但跟8月初全代會前 49%對上45%相去不遠 民調顯示赫川選情依舊緊繃 賀錦麗跟川普一樣在獲黨正式提名後 民調都沒有新一波漲勢 代表大選到後 入數兩個月 這場高度兩極化的選戰 基本盤大勢敵定 不過性別差距開始擴大 賀錦麗在女性選民中 以54%大幅領先川普41% 達13個百分點 而川普在男性選民中 則領先5個百分點 另一份路透社民調也有同樣趨勢 路透社的民調顯示 賀錦麗在西班牙裔選民當中 同樣領先13個百分點 為了搶公付女票 川普在造勢場合 喊出國家或保險公司 支付事管嬰兒費用 而川普在最重要的經濟議題上 依然領先8到9個百分點 川普支持者高呼要一個更好的經濟 不過根據ABC民調 在可能去投票的選民當中 賀錦麗的領先幅度更拉大 以52%勝過川普的46% 有選民因川普不尊重軍人 憤而支持賀錦麗 而上週川普陣營在阿林頓公墓的舉動 恐怕更惹怒軍人家族 川普在美軍阿富汗喪生三周年紀念活動 特地赴國家公墓致議 要凸顯拜登政府從阿富汗狼狽撤軍 但在禁止政治活動的公墓園區 川普陣營人員為了競選廣告 在神聖的第60區拍攝 甚至辱罵推開出手阻止的公墓人員引發爭議 賀錦麗在社群上直批 川普為了政治噱頭 不尊重莊嚴神聖的地方 最後能左右選情的還是搖擺州 上週川普在上屆攬牆 賓州密西根和威斯康星造勢 承諾翻轉經濟 本週換賀錦麗前進鐵鏽地帶 週一將與總統拜登聯妹在賓州的批茲堡登台 搶攻白人勞工階級選票 提示我綜合報導 持續聚焦在美國總統大選 那麼我們線上邀請到的是 美國德州州立大選的副教授翁呂中 翁教授您好 今天要來請教翁教授的事 根據華盛頓郵報的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斡旋以巴停火 已經努力很久了 但是遲遲沒有進展 傳出美國計劃最近要來提出一個 叫做不接受就拉倒的最終方案 想請教副教授 你怎麼解讀美方現在的態度呢 是的 確實最新的消息是顯示 白宮打算要推出一份 Live or take it 這個所謂的最終的和平方案 如果大家不能接受 美國大概也沒有辦法提出 更好的解決辦法了 其實它某種程度反映出來 目前以色列跟哈馬斯雙方的陣營 都覺得自己沒有退讓的本錢 或者是必要 首先我們來看以色列的部分 其實剛剛在佳琦祖國前一段 在跟國際記者討論的時候 已經講到了非常的清楚 以色列現在納塔雅胡 雖然面對了國內非常強大的 所謂的抗爭的這種力量 可是對於納塔雅胡來說 要穩住政權 大概唯一的辦法 就是要繼續表達 他現在仍是暫時總統 繼續帶領的以色列 必須用更強勢的方式 面對恐怖分子 面對哈馬斯 甚至是北邊的珍珠島 還有甚至東邊的伊朗 都是代表以色列正在危機當中 所以納塔雅胡想要傳遞的是 讓他自己的支持者 尤其是以色列國內的 希望以色列能夠強制反制的 這些選民 繼續的給予他支持 所以對納塔雅胡來說 在談判桌上 就沒有退讓的本錢 再來我們看到哈馬斯這邊 雖然也出現了蠻多的傷亡 可是對於哈馬斯的領導人來說 現在做出退讓 好像差距並不是太大 也就是說最糟的情況 可能也就是現在的情況 因此在所謂的談判桌上 要接受來自美國的這個提議 做出更多的退讓 對哈馬斯來說 看起來也不是一個 划算的一個情況 在這種狀況之下 美國能做的當然就相對有限了 而且再加上我們考慮的是 美國現在面對的是 美國國內的總統大選 對於美國來說 怎麼樣來強化 或者是讓這個 對於以色列的影響力能夠更大 其實他在國內的政治也必須要考慮 所謂在美國國內 猶太族裔對於以色列的支持 會不會受到美國如果強加影響力 在以哈的和平協議上面 導致美國國內的觀感不佳 尤其是猶太族裔 包括了金主跟選民的感受 可能會受到影響 所以現在的情況對於美國來說 就比較複雜 想要強加影響力 但是有考慮到大選的關鍵的變數 是不是會影響選情 導致我們說為什麼會提出一個 Leave your take it這種deal 對於美國來說 現在大概能夠再繼續發揮影響力的 恐怕就是在以色列國內 包括了抗爭的這個族群 是不是美國有一些幫助 或者是以色列內部跟納太亞胡 可能相對來說 不是站在同一邊的政治人物 美國會不會給予私底下的協助 這個是我們可以後續觀察 但是在表面上 如果要強加任何的壓力 在以色列納太亞胡的身上 對美國而言恐怕確實是有一些難度 這也導致了和平協議 要看到真的 大家坐下來願意簽下白紫黑字 機會確實是比較低一些 汪教授還想要來請教 因為現在距離美國大選 只剩下倒數的62天了 我們看到川普最近因為前往 維吉尼亞州阿林頓國家公墓 跟這些阿富汗戰爭中 陣亡的士兵來致敬 可是他又在墓地拍攝競選影片 違反禁止在軍人公墓 進行競選活動的禁令 這跟工作人員爆發了激烈的肢體衝突 又引發了爭議 可是其實就已經不是川普 第一次這麼做了 所以我們就想要來請教一下 副教授 在目前川普跟賀錦麗 他們兩個民調 甚至差距不到5%的時候 川普這樣做 對他來說到底是加分還是減分呢 是的 到底加分還是減分 恐怕最後要開票才知道 但我們現在知道的是 像川普現在所打的這些策略 比較大的動作 事實上他都會是一種雙面認 對民主共和兩黨的候選人來說 都是如此 為什麼說雙面認呢 因為透過這樣的一個議題 雖然某種程度來說 會讓一些反對川普的族群 會認為川普不尊重 所謂阿林頓國家公墓 但是對於支持川普的族群 可能也會相對看到 甚至是看到共和黨的論述 說白宮或者是民主黨 是通過國家的機器 來特別刻意的去醜化川普 川普只是在阿林頓國家公墓 做現化的動作 並沒有真的要做政治公關的意圖 但是被醜化 被放大 所以就會變成一個 性者橫性 不性者橫不性 所以我們會說 這是一個雙面認 是不是能夠透過這種方式 來凝聚共和黨 自己本身的支持者 讓大家出來投票 這個恐怕是川普可能 他們在盤算的部分 對於民主黨來說 一樣的要操作的是 可能對於川普不滿的民眾 也必須出來投票 所以說穿了 現在到選舉 剩下大概兩個月左右的時間 最關鍵的恐怕已經不是說 能夠讓多少人 在轉換他們的支持的立場 而是有多少人願意感覺到 他必須要出來投這場選戰 投下神聖的一票 因為我們知道這兩位候選人 坦白說在美國的選民心中 都不是非常非常理想的候選人 所以投票率可能是最後影響 最後大選的關鍵 怎麼樣能夠促進或者是激化 選民願意出來投票 一方面是透過自己的政策 說服選民出來投票 另外一個有效激化選民 願意有投票意願的 恐怕就是仇恨值 或者是對於對方候選人的不滿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特別會講說 像川普做的這些動作可能是一種雙面刃 他可以去凸顯自己是委屈的 包括了之前的司法爭議 當然對民主黨而言 怎麼樣強調川普可能是一個 不適任的候選人 重點在於支持者或者是反川普的力量 是不是願意出來投票 所以雙方的動作 雙方的交鋒 我們看到比較少的是針對政策的交鋒 比較多的是針對對方的人格特質 針對雙方的表演來進行攻防 所以我們在接下來兩個月 可能會看到越來越多表演 越來越多的所謂的口角的紛爭 好 我們謝謝翁教授 從美國帶來的即時分析 謝謝您 感謝 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廣告就回來 帶您看到金華權案 現在民眾黨質疑 政府開綠燈就是要辦柯文哲 因為他們想到了前新竹市長 郭宏恩的案子 廣告就回來對您一起來了解 趕快加入地球網際線愛好友的行列吧